吴妮娜 吴妮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10号上午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办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团队共事营 那么活动当中分享本年度培训计划成果 以及据点团队共事的会议 那么集结了花莲县各乡镇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伙伴的参与 共同来为花莲县据点长者服务精进学习 共创营法新天地 县长许正为长期致力于老人福利 以及在地社区发展 积极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健康促进活动多元性与促进 高龄长者身心灵的活化 发挥触及预防照顾功能 花莲县政府指导民间单位执行多个培训计划 借由多项的课程学习实际的操作 让培训人员可成为可担当活动的带领者 未来的几年有更多的社团能够加进来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更加的轻便性 更加的可信性 尤其是走的距离更短 可以被用到被看到被服务到被需求到 我想这是希望把整个社会安全网络 把它建制得更加的崇利 正为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的99.9%的部分 第一个花莲县政府除了设政体系的 我们所有的关怀据点以外 或者是原民的部分在文件站的部分 另外更有在卫生局体系的 无论是透过我们的慈禧医院 十三乡镇的卫生所再到 诊所再到我们的其他的据点 从我们的走出诊所到宅去服务 这也算是我们长照的服务的一环 另外包含了十四据点以及十几家屋 所以有相当多现在已经来到了358站 358站我们更希望能够更多 也就是说花莲县有177个村里 等于说花莲县目前一个村 大概有两个两个站里来服务大家 当然有一些大村里小村里 我们都希望能够增加 所以我们是为来年为未来 我们长照的这个覆盖率 再达到百分之百 我们继续来努力好不好 开创据点四大项的服务之外 知能与技能 进而强化与据点之间的连结 社会主也表示 自112年12月 花莲县政府已成立了95个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巷弄长照站 提供健康促进 共餐服务 预防以及延缓失能方案的服务 并强化长者社会参与 重新定义长者的偏见 增加长辈的量能 让巨人的伙伴从被服务到服务 能够创造更多社会福利的效益 记者林杰 收封箱 采宝不导